国防预估了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望高于之前 主计总出预估的2.75%超保三来卖性 而去年台湾税收是大丰收 租税的负担率创24年来的新高 这个经济看起来还不错 但我们实际访问了百姓 多数人根本无感 而税收冲高的背后 恐怕代表的是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热乎乎的米粉汤 再切点猪皮小菜 小吃摊商做生意好不容易 食材涨人力贵 还有缴不完的税 也是要缴 一样照缴 就是比较辛苦就对了 对啦 客人都会缴 赚不到什么钱 的确2022年税收大丰收 台湾租税负担率14.2% 闯24年来新高 而所谓租税负担率 是指税收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的比率 如果按年中人口计算 等于去年平均 每人负担138,840元 也创历史新高 主要就是因为税收时针 状况良好 现在人口减少 但是税负增加 那表示它是真的增加很多 那表示大家租税负担压力很大 第一个税负也增加 第二个又几债也增加 第三个超真的钱到哪里都不知道 所得税营业税表现家 带动整体比率大幅上升 关键之一就是上市贵公司 2022年全年度营收43.08兆 超越历史高点 大公司有钱人越赚越多 但基层老百姓确实无感 2020年度重锁税申报资料 最低5%平均所得只有3.4万 最高5%平均所得高达505.3万元 差距高达148倍 我觉得税负本来就是平易 那个贫富悬殊的一个 是富人多缴一点 然后比较没有赚那么多钱的 应该是要少缴 税收超真看似经济成长的背后 代表的恐怕是财富重分配机制失灵 贫与负的差距将更加严重 东森才能新闻中的热红沛宇 台北报导 看满盘都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